用电脑上网 听音乐或玩游戏 对现代人来说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但在不到80年前 电脑不但大的要命 贵的只有政府用得起 还只能算数学 而且三天两头就烧坏 而这个巨大转变的关键 就是我们这系列的主角 半导体 但半导体到底是什么 这一切又是怎么转变的呢 就让我们往回推一点 从电脑是什么开始说起吧 电脑原本是为了做复杂计算 发明的计算机 例如让炮弹在不同条件下集中目标 或是解密敌方的秘密电报 而一切复杂运算的基础 则是简单的电路改变 我们可以在电路上做个开关 把电流流通当成1 不同当成0 够多的0和1 就可以代表不同的数字 符号 颜色 影像 还可以组成条件逻辑 进而组成加减乘除 以及更复杂的计算与指令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算得更多更快 希望电脑做更多事 就要有更多切换更快的开关 最开始的开关是继电器 每秒可以开关50次 1944年的大型电脑马克一号 有3500个继电器 每秒可以算三次加减法 但后来因为开关磨损太快了 就换成了没有开关也能决定电流通过与否的真空管 1946年的另一台大型电脑 ENIAC 有18000个真空管 每秒可以算5000次加减法 但三天两头就会伤坏 最后电路开关终于换成了 由半导体组成的电晶体 半导体是一种可以透过电压决定导电与否的物质 地壳含量第二多的细就是一种半导体 由半导体组成的电晶体体积小 效率高 价格比较低又耐用 电脑的体积与价格因此下降了不少 效能也快速提升 同时电晶体的技术也带动了许多日常电器的发展 当然科学家们不会满足于此 为了让电脑能做更多事 就需要更多的电晶体线路还有各种元件 但如果只是一直加上去 制作起来不但费时昂贵复杂还很容易坏掉 这时美国的物理学家杰克·基尔比就想到 不如我们就把这些线路跟元件直接做在一起吧 这样不但减少接线的麻烦 电晶体也因为脱去了保护壳变得更小 世界上第一个机体电路就这么诞生了 它也被称为微电路 微晶片或是晶片 为了方便我们就同意用它的英文缩写IC来称呼吧 很快的在半年后 另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卢伯特·诺伊斯 发明了尺寸更小速度更快 而且可以量产的单片IC技术 这让电脑的体积与价格大幅下降 向能急速增长 电脑开始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 也逐渐进入了平民生活 厉害的是IC诞生后 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进步 1962年由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制作的实验IC 只有16个电晶体 到了2022年 手机里的一个IC 却拥有数十亿到数百亿个电晶体 而一个电晶体的大小也缩小到了10奈米以下 比红血球还小至少700倍 这惊人的进步带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跃进 IC技术可说是生活家电 先进科技设备 甚至整个社会赖以为生的电力 交通网路和金融等复杂系统的重要核心 至于这个最小零件比细胞还小的IC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就下集揭晓啰 拜拜